這一個我也想給大家看一看 我自己覺得驗屍是比較有趣 最初他寫drowning 即是說匿病而死 但你會見到他由13年6月18日改了19日 這個也不是吊詭 那日子而已 即是遲一天而已 但他最初就是選擇意外淹親 查了,簽了一個名字 他是括了這個,又簽了一個名字 confirm了甚麼?could not be determined 是解釋不了 或者是做不到任何的一個答案出來 因為這是官方的一個驗屍報告出來 本來就是說匿病 即是被淹親而死亡 而他在第二天,在18日那天 改出來 是原因不明 原因不明 沒錯 那你匿病就匿病了 那不用寫原因不明吧 但這樣就算了 沒有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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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又想說回一件事 就是之前有一部電影叫做Dark Water 如果我有沒有記錯 就是應該叫做雨夜閃靈 有出來 你看到她的女生穿著紅衣服 在劇中的女生叫做Cecilia 跟Cesar Hotel又有些不留而合 赤劇情來說 都是因為她被一些惡靈去搞 令到這個女生在那個水箱裡 又是被自殺 那除了這件事之外 我不知道大家知道 有一件事叫光明卡 那光明卡其實我遲些有機會都可以說一下 就是真的預示了很多 記住 光明卡其實是一個卓上遊戲 是 在80年代出來的 但是預示了很多將來發生的事情 例如911那樣東西 那樣東西 所以有機會再說 我先說這張光明卡 這張光明卡其實 南可兒 大家知道是藍 就是藍色 Elisa 就是南可兒的英文名 那你見到頭好像有些水一樣 會不會真的跟南可兒的死有關呢 有一點屈的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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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你那個藍的藍是我們自己 我們才知道那個藍是藍色的藍 所以怎樣 是屈的這個 你可以這樣說的 好像之前還有一些 令到這件事多了一些神秘色彩 給你一點屈的 好像說 南可兒在住的期間又出去寄過一些東西 嗯 是不是 寄了去一個地址 沒錯 因為那個時候 警方也都檢查了南可兒去了哪裡 就是知道她失蹤之前 去了一個叫做書局 買了一本書 寄去一個地址 而這個地址其實 不是她的家 一個地址 而這個地址就是 正正她之前有一些死過的人 當然都是受害者 因為她檢查可能警方 檢查會不會有些兇案 有關這件事 正正她這個地址 這本書的地址 正正就是其中一個受害人 以前的地址 其中一個受害人 沒錯 是這間酒店的受害人 沒錯 你知道剛才我說過 有很多人受害人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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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很多十件的兇殺案 其中一個死者 的一個住址 究竟是真與假呢 就不得而知了 這個好像剛才一路說 就是小道消息 究竟是真與假呢 就真的要有待調查 究竟是真與假呢 聽完其實關於藍可兒這件事 還有很多迷思 很多人物在 沒錯 不是太多東西能下定論 但有一個結論我可以定 就是當你自己去旅行 去散心的時候 不要選這麽恐怖的酒店 沒錯 或者找幾個盤 是 三五之幾 或者選之前 檢查一下附近 有沒有什麼神秘組織 有沒有什麼謀殺案 有沒有什麼兇案 是 才去其次 才去看附近 有什麼玩 有什麼玩 你喜歡玩的那些